中車子的前夕就朋友一起來烤肉 沒想到越揪人越多 人潮滿到人行道上 加上聲音太吵 引發民眾檢舉 警方到場維護秩序 卻意外跟民眾爆發口角衝突 有人大聲叫罵 有人不要罵出口 先答應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事發在十六號晚上接近十一點 新北市三重一間公司門口 民眾抱怨當街烤肉太吵 出入又很複雜 報警處理 員警到場後立刻取締圍庭 沒想到又爆發另一波衝突 有人對著員警罵三字經 當場被警方逮捕扭送罰辦 先來聽一段警方的罪行說明 警方依法取締把圍警的六輛車 通通開單告發 至於對員警動手的誠信男子 將依妨礙公務公然侮辱等罪嫌 逮捕移送 以上想追情況 先讓鏡頭轉捧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